可以捧在手掌心的小南瓜,一般来说有橙色和绿色两种 南瓜不单只营养丰富,还有不可忽视的食疗作用 南瓜含有维他命和果胶,果胶有很好的吸附性 有着消除体内细菌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,起到解毒作用 果胶还可以保护胃腸到粘膜,促进胆汁分泌 可以加强胃腸移动,帮助食物消化 因为连皮都吃了,所以要洗得特别干净 用叉在南瓜里锁几个洞 然后叮凉两分钟 调味方面有,一茶匙豆豉 一茶匙豆豉 两粒蒜头 剁碎豆豉和蒜头 一茶匙蚝油 一茶匙豆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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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胡椒 如果有的话,可以加些橙皮 还有香草 最后再加三汤匙的水 我这里有半只鸡 留意要将血水和血块清洗干净 将未炸开的鸡块用剪刀剪开 将鸡和调味料拌均匀 将南瓜切开 去核 再切成一口大小 将南瓜加入鸡肉 拌均匀 入味波炉丁20分钟 腐蜡肉 移植在中央中 小费 胡椒 今天会需要 香椒 也要进入三汤匙 入味波炉丁20分钟 天草 很输入 练乳 梦 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